書.com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華文子 今日以奇門遁急 和大家推算一下 2021年牛年十二生肖事業運程 宿牛的朋友本命年 犯太歲多了就是容易招惹是非官司 言行要小心了 公司裏面很多小人 應該少說話多做事 就可以平安過度了 宿牛的朋友可以帶一些鼠蛇雞的飾物 去化解犯太歲 宿虎的朋友得千時利利人王 有八方五六貴人相助 實踐你的理想 應該嘗試多些不同的發展 擴闊人際的網絡 時會更加好的 宿套的朋友運勢轉迅 終於脫離谷底 正能量爆發 注意不要心急發展任何大計 因為人員旺 但欠缺貴人相助 親力親為做好準備就可以實行 宿龍的朋友破太歲 郡西平平受到不少濟走 但小心工作上 會遇到一些年過四十歲的女小人 招來一些口是是非 但千萬不要質疑自己 中秋之後 運勢會有向好的調整 牛年都是二手不二供 大家可以帶一些雞型的飾物 去化解犯太歲 宿蛇的朋友 今年是T Day之年 小心工作上 會遇到一些小人惹來麻煩 但人希望自然惹是非 代表你更加有價值 應該發自非為原動力 顯示你的實力 宿馬的朋友 害太歲 運勢波動 小人無處不在 但要記住有危至有機 反覆帶來生機 注意情緒不要受到影響 入冬之後就有好轉 宿馬的朋友 可以帶一些苦形的飾物 去化解犯太歲 宿羊的朋友 充滿太歲 多衝擊 沒有歸人相助 變數多 適宜做一些重大的決定 或者計劃 特別是轉工 很難有好的發展 淑羊的朋友 可以帶一些 套或者豬型的飾物 去化解犯太歲 淑猴的朋友 運勢非常之好 會有不同類型機會出現 又有女歸人相助 應該把握機會 做一些大膽嘗試 淑雞的朋友 運勢慢慢轉順 應該趁著學習之年 學習爭取機會 沒有貴人 靠自己都是一樣 公司推行一些改革方案 會令到你工作很大壓力 應該忍耐當中會有得著 屬狗的朋友 形態歲 代表形傷 小心有些血光之災 或者官非 公司裏面七角禁亂 小心工作 會發下一些低層次的錯誤 影響了你的事業運 但雖然壓力大 千萬不要亂發脾氣 影響了整體的氣場 屬狗的朋友 可以帶一些套型的飾物 去發解犯太歲 屬豬的朋友 紅運當頭 氣場越來越強 又有說服力 又有高層次的貴人相助 應該定下人生更有意義的目標 工作上會再闖高峰 注意態度 不要囂張 會減弱人圓運 屬鼠的朋友 運勢先約後強 凡是幾經轉接才達成 事業到了瓶頸的位置 但尚算無風無浪 應該趁著這段時間 去改善一下自己 提升一下自我 下半年到 混世逆流異想的時候 準備出擊 我會不會再說 鏡頭 快點 感谢观看